歌坛说到了凤飞飞还有另外一位天后级的人物 她就是江慧 那么这两位呢可以说彼此惺惺相惜 两个人也经常互邀对方上自己的演唱会 看得出他们的好交情 本来凤飞飞在计划的巡回演唱会 要演唱江慧的成名曲《Gay out》这首歌 但可惜因为生病了演唱会被迫取消 那么江慧呢在得知好朋友病逝的消息 她第一时间也在微博上面留言 感到不敢相信 那么根据经纪人的转述是 电话那一头江慧崩溃痛哭 风飞飞本来要举办的巡回演唱会计划 演唱江慧成名曲《Gay out》 让江慧非常感动 梁大哥后相互隔空给对方打气 同样的江慧开演唱会 凤飞飞也专程从国外飞回台湾正台 两大不同时期歌后惺惺相惜 更可见两人的好交情 尽管已经得知凤飞飞病逝的消息 江慧难言悲痛 崩溃痛哭 电视打开看到就一直在哭啊 了解所以很震惊啊 大家都是今天才知道的 对啊 没错 所以他对啊 这个天然他哭到也没有办法 经纪人透露哥的电话那头 江慧不断啜泣不舍好友的病逝 更难过歌坛失去了这位重量几格后 第一时间在微博留言表达自己好震惊 说真不敢相信 好难过 沉痛的心情 言语难以形容 凤飞飞在2003年回台北办演唱会 江慧亲自到后台探班 而江慧三年前初登场的演唱会规划 凤飞飞就是幕后推手 两大歌坛天后多年的好交情 如今同台演唱计划 恐怕赶不上凤飞飞病逝的变化 这些秋伟雄周语的台北采访报道 这些秋伟雄周语的台北采访报道